最近日本那边都在传 利川是世界最强的卖农 啊 有没有把我们社会放在眼里啊 就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北美威力王艾洛姆的心情啊 不过好像艾洛姆已经消失在街霸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北美那帮新人的这个太过于耀眼了 艾洛姆都不知道去哪里的 那今天这场的话是板桥对上利川 紫丁头没有偷到 还不过说真的对于这帮玩紫丁头的玩家 他们应该内心是接受这种事情很平淡的 每天总有几个投不到的对吧 投不到那就得挨打 而且这一波打很有可能会直接打到死 请问这卡好距离以后在中拳拍上去 利川表示我们曼隆的手虽然长 但还是长不过桑杖耳朵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在抢 但他无论抢什么都会被这个中拳一把挡拍在脸上 中拳那是又快又远 桑杖耳朵很强势 这个手道直接让利川懂 来第二灯 下段先探一把 来确认对手的中角去按金房吗 现在这帮人反应都好快的 我就看了这帮日本人 都可以用眼睛去确认中攻击的 如果你是15只以上的中攻击 全都给你确认了 下段直接扫到一个插盒 轻攻击则抓中 指定头已经来到三个奖牌 中角继续踢 手上资源已经挺足了 舍得的话有可能可以考虑半血只得带个C掌 这里插盒没给到 反跳的变也是顺势给了一发中拳两边 还在等 还在等 跳中拳那边抢的有点快 要压了 轻攻击中拳拉回来 直接无情接手 反手在一个指令头 这边应该是不需要考虑交CA什么问题了 一个SA足够了 中拳摸完不冲出去把插盒 这个中拳 续的时间有点久了 给足时间去做一个反应 立川这边也是按下中角 给了一个大缺反 这样是来到第三灯 讲到你那个胜利姿势这么帅的吗 直接走出场外 两边都是一个满资源 立川也很快要去到自己的第五个奖牌来了 开场开门见山 先抓一个 我觉得板边倒是可以考虑步驟 因为老双这个角色往外跳的概率确实挺高的 而且不太好对策 重点要给到 下段再摸两下 不冲出去 冲出去的话会出事的 下一步谁会先动手 中拳摸到了 然后折一下 一个头鞋过去 绿虫取消直接爆 立川怎么说 中拳给到 中拳抓到智慧了 这一波 伤害能给满 能不能死 应该是死了 这个血虽然老桑多一千血量 但是立川那边也是五个奖牌的 这一手CA下去也是有伤害奖牌的 那我别别别 真没死啊 真没死啊 哥 我这个伤害是 完了 那你还玩毛啊 你这里直接逼过来 我不知道你拿什么去动 就差那么一点点 说真的也有那么一点点 同情立川啊 真的就只有这么 大概一百点左右的伤害啊 就缺那么一点点啊 可惜了 世界第一卖龙输给了这个设计师 好了 这里对冲过来 想直接抓 中拳吃手一套 你们可以续个奖牌了 齁 连段直接给满 看一下下一波的压起身压得死一点嘛 我觉得老桑那边好容易跳游 金房 先下巴扫到压起身 后中拳推下 漂亮这一下 后后预判到对手的一个前跳了 感觉到你差不多要准备往外跳的时候 急前等好你 中拳拿到插合 这一波倒地 然后又有一个后中拳偷针 我觉得老桑这边压力已经有点大了 对对手无限这样压 按蓝房也没有任何的震慑力 一下段放倒 追过去 跳一个正面 金房 然后直跳 满桥很有经验 知道你这里不会那么轻易的直接抢出来 那下一波呢 轻角直接复合一个西部的压快车 快车完了以后 嗯 这个SA包熬不到的呀 哥 还要按个蹦 诶 这边其实用一个 其实能量也满了 无所谓 如果用一个近身的快车的话 好像是可以直接能量加满 这种远距离绿冲冲过来 就跟对手往前走是一样的 有时候他还没按下去你的动画先出 就会导致把他那个剑给吞掉 吞掉的话对手这边就出不了任何东西 所以像这种情况就很难凹得到人 尤其是用这种必杀的 如果普通升龙的话感觉还是 问题就在于麦龙他没有 比较难受 嗚 这里中拳刚升出来 直听头五层呢 不跟你开玩笑 轻掉复合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忍不住得动啊 麦龙这个角色的话 其实手脚本身长 然后可以带取消 这一点跟老三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的轻裂型比较强的地方 就在于他的一个 拳脚绿冲取消到脸上的那一下 而且配上这五个奖牌 真的有点吃不消的 说真的 重点要给到缺盘康 直接划铲 然后过去以后绿冲的下中角 这边距离还要流出来一点 这甚至都没有办法凹得到 他不能称之为凹 好家伙 再来指令头直接拍到 在你这个心灵受创的时候 肯定是要加大力度 直接奔上墙前 这个出指令头的实际真很讲究 一定要在对手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的动作频率会下降 那这种时候出指令头是最好的 你在对手斗志高昂的时候去抓他 大概率会抓不到 一定要再打到他觉得 哎呦我再也不想动了 我下次绝对不动了 来头锤连续两发还敢按金房 然后直跳被确认 老桑那边不要斗志了 这一下还让你责中的不错 这一下挂罩完了 距离太紧了 这里立川是没有选择后起身的 打老桑的话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因为他会冲过来不停的抓你 你就一直选择用后起身 如果刚才选择后起身的话 又是被偷针的 冲过去中拳再来再取消 哇哈哈 立川远第八雷猛暗那个金房 一下一下配的你节奏按 直到你出这个金房为止 有点凶 但凡刚才板桥抓一下他都爆炸了 下单扫倒 结果是 哎呦他好像按了什么 哈哈哈哈 只剩2SA2 这立川如果刚才不那么贪心 按一个中攻击压起身的话 可能都不会吃这个SA2 这SA2是我见过为数不多 用中攻击压起身都能来得及收招的招 好现在到第二轮 同学人直接驴虫取消往后拉一波 没有选择下一步的行动 重点再给他下单探导 板桥现在步履为天 对手手也很长 又是一个雀板 赶紧叫一个反击 要把板面往板中去逼 否则到了板边的话 曼龙配合那种很高伤的指令头 加一个蹦 这里空对空想再补一下没补到 找到这里还要交驴虫 哎呦抓到 哇这是单发确认的吗 这东西不是摸奖就是单发确认 我更加相信它是单发确认好吧 不然中拳直接摸奖摸一个带嘎热 这太离谱了 而且接受不了 哎哎 还剩最后一个洞切 但老三那边没有选择直接去追 考虑到最后有可能其实会找自己拼命了 不如稳一点 在历回上面是取得最后的优势 绿冲过去一个X后带走 好 世界第一满脑脑了 哈哈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来源的收看 感谢观众